修完强架之后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但是面对巨大压力时该怎么办呢 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呼吁 任何类型的压力都有可能影响到身心健康 并且带来长期而负面的影响 因此一定要学习梳解压力 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表示 长时间的累积压力可能导致严重的精神疾病 其中包括出现自杀的念头与物质上的滥用 另外身体也很容易引发高血压 中风等心血管疾病 因此想要减少压力 首先要注意身体异常反应 并且多联系家庭医师 平日则要定期运动或参与一些 可以放松心情的活动 例如与他人保持交流也很不错 除此之外 如果工作内容真的太过繁重 则建议在每天工作之前 先写下最重要的目标与优先事项 这些都有助于减轻工作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观众已经习惯处在长期高压的工作环境 且在周末短短几天休息也很难恢复到正常水平 这时就会建议有必要咨询专业的心理医师 来帮助减缓症状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